各位先生 各位女士 我是张文亮 欢迎来参与我们的room sharing 我今天要分享的主题是 从民宿记的第五章来谈性病的医学 从民宿记的第五章来谈性病的医学 那在民宿记的第五章第22节 哇 这段是非常宝贝的 非常非常宝贵的 哇 在这么清楚的记载偏差的性行为 在人体的身上产生出来的症候 哇 这是性病医学的很重要的根基 可见一个人在性的偏差上 性行为的偏差上 在身体是留下证据的 那这写在圣经里面的民宿记的第五章 第21节 22节 我先来读 民宿记的第五章的第21节 验耶和华叫你大腿消瘦 渡户花杖 使你在民宿被人咒诅成为事宜 并且这自咒诅的水入你的肠中 要叫你的渡户花杖 大腿消瘦 让我来读 我再读一遍 我要慢慢的读这一遍 因为这一段太重要了 这是人类的历史上 对于性病的医学 非常清楚的记载 来 我再读一遍 圣经的民宿记第五章 圣经的民宿记第五章第21节 祭司教护人启示花式 验耶和华叫你大腿消瘦 渡户花杖 使你在民宗 使被人咒诅成为事实 22节 并且这个咒诅的水入你的肠中 要叫你的渡户花杖 大腿消瘦 那护人就回答说 阿们阿们 是的 我愿意 OK 那我来分享这一节 我一直认为 读圣经最重要的 对我而言是寻求真实 寻求真实 我并不是要找一个安慰 我不是要找一个 什么力量的来源 我不是要找一个 供应的方法 我不是找出一个 属灵的捷径 我是个科学家 成为一个科学家 最重要的一个就是 我要真实 我要真实 所以有时候在整个 寻求真实的过程中 充满的痛苦 我自己长期的做实验 我自己在物理的 我自己曾经 花了好多点 在思考一些问题 那为什么要这样做 其实也可以不用想 你想清楚了 可能也不会有人在乎 OK 那就是一个人 对于面对一个真实的 一个认真的态度 说我要的是真实 我常常告诉我的学生 我信耶稣的时候 那是1973年的1229号 其实我信耶稣 其实我没有什么 特别的感动 我就知道说 上帝是爱 是个真实的 上帝是光 是一个真实的 既然是真实 我就愿意接受 我必须说 我要有个什么 看到有个光 然后从天上 临到我的身上 我们是有个光 在暗中出现 我们是有个光 出现在我们梦中 No 都没有 我也不需要 我也不需要 OK 上帝是爱 我也不用说 上帝要用做什么事情 来证明他对我有爱 上帝是爱 就是爱 OK 所以我自己在念 高中三年级的时候 我就一直在 我认为真实 是最重要的 超过我的感觉 超过我的遭遇 那个真实跟真理 是我最重要的 OK 来 所以当我在读圣经的时候 我就很注意 这种民数记第五章 一整个的记载 虽然他整个记载 读起来是很残酷的 读起来是很 是很心酸的 OK 那我今天 那他在讲什么 他到底他在讲什么 民数记的第五章 第二十一跟二十二节 是整个科学 在整个医学史上 有关于性病医学 最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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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在人类 这是不得了的一个 的一个记载 这是在整个性病医学 最早对于 女性偏差性行为的 的一种症候 等一下我要继续再说明 我们知道 我们在现在 有关于从事性行为的 正式的工作者 也不是只有女性 有女性的记尼 但是也有男性的记尼 还有变性人的 变性的 从事性工作者 还有 还有软筒 什么叫软筒 第十二岁 有些是国家定 第十六岁 还有女性的 女性的厨绩 这个现在有系统的 来谈这个问题 有系统的谈这个问题 所以 各位来上我 Room Teaching的朋友 其实我自己在分享 这一段的前几年 我自己在 台北市的万华 我自己有授课 我自己在台北市的万华 我曾经对那些 我们台北都要授课 这些记尼 我真的我还带他们出去玩 我真的是接触了这一批 哇 这些 我可怜的 的女性 我一看到 他们好多好多人信主 我 我现在我不敢去 我不敢去 我也没有 我不应该去 因为我现在 我的姊妹已经安息了 我不能够再去关怀他们了 但是我的一切 在万华的 记尼户里面 开班授课 我要一系统 一系列的讲 到底一个 从事一个性工作者 性工作者 你如何能够获得你的保障 你如何能够改善 你生活的环境 你如何能够面对 这些偏差的性行为 你如果面对你的客人 你如何能够获得 国家的医疗的保险 我觉得还要你如何去 面对你的家人 这个有一系列的讲 我觉得这个是要有一系列的讲 那我先来讲一点 身体的症候 就是我要从这个 性病医学里面来谈 如果你性有偏差的性行为的时候 陈睡的症候是什么 我跟你讲 跟男性很像 我等一下还会再讲男性 OK 圣经讲得很清楚 圣经讲得非常非常的清楚 写在民宿记的第五章的 21跟22节 我再读一遍给你听 因为它很重要 那我们今天 很少 性教义是非常准确的 性教义 特别是从上帝观点的性教义 我今天不是在谈宗教的 宗教的 我想上帝怎么看性教义 OK 那这边讲 偏差的性行为 在身体上是有症候的 所以任何的女性 或任何的男性 你在做任何的 不当的行为 你要思考一下 你这样的行为 所带来的后果是什么 民宿记的第五章 他讲 三点 第一点 他说这个水要进入他的户部 进入他的里面 会变苦 然后他的大腿 他的大腿要消瘦 他的户部会突出来 来 我现在分享第一点 户部怎么会突出来 他指的是下户部 我们这个肚脊以下的 这个下户部会突出来 一个过度的性教 会使的人的下户部会突出来 OK 先讲理性 先讲理性 为什么会下户部 那个最重要的 影响到四个部位 一个是子宫 一个是阴道 一个是膀胱 一个是肛门肌 肛门肌 这个你改变他的位置 那为什么呢 因为过度的性教 过度的性教 或者是强力的拉扯 或者是用性的工具 插入你性的下体 会导致于整个子宫颈受损 这严重的话 还会成为子宫颈癌 那那个过度的性教 强力的拉扯 或者是用工具 这个插进去 插到女性的下体 然后因为它的插的深度 会阴到我们的子宫 会产生几个很重要的 让效果会突出来 一个是子宫颈的受损 OK 因为我们知道 我们阴到上面是接这个子宫颈 后面是子宫吗 你进去卡 你伤害到这个子宫颈 OK 这第一个 子宫颈如果感染 受损 伤害 花炎 哇 这个 它会下垂 它会下垂突出 因为花炎就是一个突出 OK 伤害嘛 那整个户部 其实我一直认为 女性的腰不要太细 女性的腰不要太细 我觉得这个男人很病态 你很喜欢看女性的腰很细 我上次看好莱坞的电影 那个女性的腰 束那个马甲你知道吗 束那个马甲 然后你那个腰 因为女性的腰 刚好就是它子宫的部分 它的子宫的部分 你就把它束紧 所以产生了一个很重要的 子宫就下垂 我一直不太喜欢说 女性的腰 它好像是水柳腰 水蛇腰 水柳腰 那这个不应该的 那这个不应该的 那会使得他的下腹部会 会OK 还有一个 你束了一束腰 那个胃部就上扬你知道吗 哇 那就挤住了 所以胃口就会变小 哇 很多男人很病态 喜欢看那个女孩子的腰 哇 我当然不能讲哪一部电影 OK 哪一些好莱坞的电影 哇 女性的腰 你说女性的腰如果像水桶也不好看 我没有讲到那样的过度的那个 我觉得假如说你不要让它太细 就合理就可以了 合理 那我们人体的腰会稍微向内线一点 OK 我们人体的腰 我们的确本来就会向内线 OK 但是不要过度的向内线 过度向内线的话 你的下腹部就会突出来了 所以有几个很重要的 一个是子宫颈的受损往下 第二个 阴道的感染跟花炎 哇 阴道感染的花炎 那是最严重的 最严重的阴道 女性的阴道 感染 花炎 OK OK 第三个子宫就会下垂 子宫会下垂 OK 当你 你那个 当然我现在没有说子宫下垂 就是过度的性交 OK 很多的女性也会子宫下垂 OK 有时候你过度的操作 有时候很多女性过度操作 或者是过度运动都会产生 OK 我没有说子宫下垂 就是过度性行为产生出来的后果 有些女人生产以后 子宫也会列为下垂 OK 所以生产过以后的女性 那个腹部的话稍微大一点 我今天讲这个就是 让男性知道 什么是如何善待女性 那还有一个 但是过度的性行为 会产生子宫下垂的现象 还有旁观会发炎 旁观会发炎 旁观会发炎的话 也会导致旁观炎 那旁观炎的话 也会使得下腹部会突出来 还有肛门的肌肉受损 肛门的肌肉 所以它会容易湿进 尿尿撇不住 大便撇不住 因为肛门肌受损 所以受到感染 那经常会产生腹部的疼痛 过度的性交会产生腹部的疼痛 很多的色情小说 一直标榜 男人要怎么样的性交 才会让女人腹部疼痛 而产生他的雄为 高度的错误 高度的不应该 你今天你不相信的话 你上网读一读 你上网看你 不知道我没有对不起 我不是叫你上网读 多少的标榜 多是在讲这一点 OK 但是先告诉我们 下腹部的突出 下腹部的突出 是对于你人 一个很大的伤害 并且是一生的伤害 不要过度的性交 不要用性的工具 插到女性的下体里面去 插到她的阴道里面去 感染她的子宫颈 感染她的阴道 迫害她的肌肉 OK 让她将来产生 很多很多的问题 互部的疼痛 OK 所以上帝赐给我们的 应该要照上帝的方式来使用 上帝给我们的祝福 我们应该照上帝 所给予正确的方法来使用 夫妻的关系 应该照着上帝给的祝福来使用 而不是在讲这个 过度的性行为 OK 那产生给对方带来伤害 男人也会 我今天是正在讲女人 其实男人也会 男人如果在 在某些的性行为里面 男人的肛门的肌肉 也会受损 OK 男人的肛门的肌肉 男人的膀胱 也会受损 OK 男人那个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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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便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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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排泄的 那个 你也会受损 特别是 特别是 有一些的 不当的性行为 上帝的给我们的 最好能够正确的使用 而不是误用 但是我们需要好好地讲 上帝所赐给我们的 这些性行为 如何 性器官 如何能够正确的使用 而不是 误用 他们就告诉我们 这是最早上帝在 性学 或性病的医学 告诉我们 非常非常清楚 如果我骗在他 他的性行为 第一个 下腹部就会发胀 哇 那很严重 哇 这个是很严重 很严重 这个不要说自己的性行为 让自己有快感 然后让对方呢 产生他一生的痛苦 带来一些 我现在还没有讲到 他将来怀孕 我现在还没有讲 这个对下一代的影响 OK 所以上帝这边在 民宿记的第五章 告诉我们 非常非常的清楚 偏差的性行为 带来下腹部的突出 子宫移位 子宫下垂 子宫颈受损 阴道发炎 肛门受损 肛门发炎 然后呢 旁观发炎 第二个 大腿的销售 哇 神经怎么这么 神经真是厉害 一开始就讲 大腿会销售 大腿会销售 有几个很重要的原因 如果是用口胶 如果是用口胶 我们这个嘴唇 到这个喉咙的这个深度 其实比男人的 阴晶的深度要浅 所以那个口胶 如果真的是 整个插进去的话 是会伤害到喉咙 所以呢 口胶会影响到 整个喉咙的受损 还有 让我来继续讲 其实 口胶 神讲得非常有意思的 他告诉我们说 会进入我们的肠 进入我们的肠 我们一个人 只要有偏差的性行为 第一个最轻 有个很清楚的反应 就是他的整个肠胃的系统 会出问题 他的肠胃的系统 会出问题 他的消化力会降低 他会食欲不振 那你说为什么会这样子 我刚刚已经讲了 有关于 子宫下垂 下一步会突出 我现在讲大腿 大腿为什么会消瘦 有几个很重要的原因 第一个原因 口胶 口胶 其实在很多的 性胶的行为里面 有非常多偏差的行为 口胶是一个偏差的性行为 特别是过度的口胶 过来我觉得的话 一定会伤害他自己的喉咙 那伤害他自己的喉咙 等于伤害他自己的消化系统 这是第一个 OK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 既然伤害到喉咙的话 他一定是喉咙很痛苦 所以一般 他就会用抽烟 用吸毒 用吸大麻 用 就开始来了 OK 要舒缓这个 舒缓这个 OK 所以以后 我等一下 我还在分享 我们怎么样 去站在一个医学的立场 去帮助性的工作者 我等一下会接着 再分享这个点 其实 一个人 只要喉咙受损 还有嘴唇 我们嘴唇的肌肉 如果受损的话 因为口胶 OK 那我们知道 性胶有几个管道 一个正确是进入这个阴巾 不是进入屁股 我刚刚讲过了 进入屁股 你会产生 那一边的影响 OK 还有一个是 所以有两个是错误的管道 一个是钢胶 OK 不是从阴巾 是从钢门进来的 还有一个是从嘴进来的 从嘴进来的 这种人 他嘴巴会苦 受损 肌肉会受损 因为不断的抽送 所以的话 他就会产生几个 特征 第一个 他会喜欢用抽烟 其实有些抽烟 对于性功组者 并不是一个烟瘾 是一个止痛剂 是一个止痛剂 我今天故意讲这个东西 就是要让人了解 从民宿记 上帝好厉害 上帝真是厉害 快用抽烟 还有第二个用喝酒 喝酒感觉 稍微麻一下 OK 性功组者喜欢喝烈酒 你说老师 你怎么知道这么多 对不起 因为我在万华上过课 我在万华上过课 我本身就想好好讲这个 我知道我再也不能过去 给他们上课了 因为我现在 我现在不是很 我太太在的时候 我去上课 那我太太已经安息了 所以我现在 但是我必须要讲 我还是讲 因为嘴巴是痛苦的 喉咙是受损的 所以的话 用抽烟 抽烟可以麻醉一点点 第二个喝烈酒 喝烈酒 第三个吸大麻 吸大麻 减轻这个痛苦 吸大麻还有另外一个特点 有时候是 因为整个那个 整个那个从事性患罪的 那个背后是一个患罪的结构 那患罪的结构 会提供大麻 让你嗨起来 信交的时候会嗨 然后呢 然后那个 那个完了 那个完了以后 你会沮丧 吸大麻 可以减轻那个痛苦 吸大麻可以减轻 或者是一些不当的药物 那些不当的药物 一个人如果抽烟抽酒了 吸毒吸多了 酒喝多了 大麻吸过了 他一定有个 很特别的现象 他的肠胃出问题 那你知道吗 我们中国人一直讲 一个人要生病 最开始出问题 就是他的肠跟他的胃 特别是他的胃 因为他营养会没办法吸收 所以大腿会消瘦 第一个 营养会没办法吸收 第二个 一个性出轨的人 很容易日夜颠倒 很容易日夜颠倒 OK 因为大部分都是 晚上该睡觉的时候 晚上出事 所以的话呢 性出轨很容易导致 日夜的颠倒 因为有日夜颠倒 就会有失眠 有失眠 当然是安眠药 以前很早前就有了 那个东西 肠胃一定受损 那你既然肠胃会受损 营养会没有吸收 下一步就是很简单 大腿当然消瘦 所以那个性工作者的话 走路都走不快 为什么走路走路 他很难跑步 为什么 因为大腿如果消瘦 我们那个腿的移动 我们腿的移动 就是靠大腿 大腿一步能够走多远 就靠大腿的肌肉 所以一般性工作者 或者是一个 激烈从事性出轨的人 或是多次性出轨的人 走路走不快 为什么呢 因为营养会不行 营养会不行的话 大腿肌肉消瘦 大腿肌肉消瘦 你脚步跨不出去 脚步就跨不出去了 这个上帝好厉害 身体真的好厉害 成为一个 所以的话身体就会瘦弱 然后就无力 走路就会缓慢 点点点就立刻跟上来了 我自己做这样的分享是 我自己曾经带过很多的 很多的 Gini 到野外去玩 对不起 到野外去看风景 OK到野外看风景 然后吃好吃的 OK 我是租过游览车 带他们出去 游览车是停在万华 不是有个捷印站吗 叫龙山市 游览车停在那里 我就到了 当然有几个姊妹跟我一起配搭 然后我那时候 哇 他们就全部都到了 然后他们告诉我说 几个答案我都记得很清楚 第一个 他说老师 我们中期一生都没有去过海边玩 你租过台北你没有去过海边 他说我没有看过海 好那我今天带你去 第二个他们告诉我 老师我知道你们今天要带我们出去 我连昨天晚上我就睡不着 我高兴的睡不着 真的吗 我说是啊 我今天就带你们出去 OK 第三个 是让我深刻最印象的 突然间有个 有个姐妹 不是姐妹了 有一个性工作者 她后来也成为姐妹 感谢主 她告诉我 她说 张老师我要先回去一下 OK 因为我的伞没有放好 这句话我不知道什么意思 OK 那我说我们要走了 她说我很快的就会回来 OK 我很快的就会回来 那你可以等我吗 那几个同工都看着我 OK 我说好我等你 然后她就 她就 她就慢慢的离开 慢慢的离开 请记得她有 我就看到她怎么 我那时候开始注意到她的行为 她走不快 她就这样 她的脚步很快 但是她每个脚步的距离都很短 然后就离开 我离开 很久没有回来 我记得她大概等了五分钟 她们说 老师她会不会不会回来了 她会不会有什么事情 临时客人又上来了 OK 那我说 我相信我们的姊妹所说的 她说会回来就是会回来 她等了十分钟她还是没有回来 她说 她都到了 她怎么又到了又跑回去 我认为她也应该有她的理由 是不是我不了解的 我们再等 后来她真的回来了 我记得她那个脸孔 她说 张教授说你竟然还等我 我说是的 我相信你会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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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信任你 你真的会回来 我在那一次的时候 其实我注意到这一点 她的脚步 脚很 每个步法都 每个步法都很短 每个步法都很短 当然我知道 我们这些姊妹很辛苦 有的是在阿公店里面做事情 什么叫阿公店 就是给老人喝茶的 有人是 哇 对不起我不能再讲太多了 就里面真的慈爱死 我在那边听到很多他们的故事 很多故事 很多都是被爸爸妈妈卖的 哇 并且现在我们一来一来国际化 我在那边看到乌克兰来的 我看到中国大陆来的 我看到欧洲来的 我看到黑人 我看到我们现在是蛮国际化的 哇 我完全就是说 真的有需要有人去那边教导他们 从这个 从这个 那他们常常说 哇 我们都喝烈酒 他们都喝很 他们没有喝像我们这葡萄酒 没有 都喝烈酒 我以上的分享是 我们如果要保障女性的潜意 最重要的保护是保护她的性 我们如果对于女性是尊重的 是真爱的 那么我们绝对不容许 女性成为我的 我们不容许 女性的身体成为我的消费品 或成为任何人的消费品 身体是上帝的电 不是个消费的商品 我用完了 我就可以丢掉 因为我已经付钱了 因为我已经付钱了 我用完了 我就用我的权力去封口 叫你不要说出来 女性是需要被真爱的 不要以她的身体 成为我们性需要的一种消费 女性的潜意是需要被保护的 最重要的是有关于性的尊重 我们整个时代在走相反的路线 我们整个时代在走相反的路线 我们认为女性是个消费品 在很多的电视节目上 很多的视频上 很多的电影上 很多的连续剧上面 我知道那个导演在计算 我只要从男人的肌肉 或者是她粗浅的速度 第二个 从美女的身体暴露的程度 还有她本身性行为的接触的程度 我大概可以算出来 我将来在市场上的消费 大概有多少 几乎可以算出来 都在配上美好的音乐 好听的音乐 好听的风景 特殊的广告 的管路 我这样的分享不是说我想去戳开一些的秘密 我没有这个意思 其实这个是 这是 这是性病与医学 可见上帝很在乎这个 上帝很在乎这个 上帝很在乎这个 哇 哇 那个渡客会花脏 痛苦的 痛苦的花脏 大腿会消瘦 移动不方便 营养的不足 然后日夜颠倒 然后接触毒品 被控制住 好把我做个祷告 主耶稣 主耶稣我感谢你 对 我今天在分享民宿记的第五章 而且是在圣诞节前 我就每次在夜诞节的前面 很多人在标榜 快乐喜乐唱诗歌团聚 我自己在这个时候 曾经在过去的几年 有机会进到这些姊妹的当中 哇 看到他们好多人举手 截至信主 甚至离开信工作的场合 我听到了不少 有些内容 我真是难以其词 有些内容 我真是觉得会以所思 有些内容真是 人性的剥夺 尊贵的剥夺与伤害 已经不是我用文字可以说明 原来一个人在性的事情上 可以显出他最珍贵的爱 也可以显出他最丑陋的罪 我感谢耶稣给民宿记的第五章 你很清楚的描述 哇 这些症状 会进入他的体内 像是苦水一样 进入他的嘴巴 进入他的体内 影响他的肠胃 影响到他整个内 整个内部的组织 甚至使他营养不良 而产生大腿的消瘦 哇 这整个上帝美好的形象被修路 被践踏 哇 有时候人真的是太性急了 性死人着急 而没有办法想到太多 而导租的伤害是何等的 哪里挽回 我在这边分享的时候 我依然记住那些的姐妹们 她们跟我在宜兰的海边 她们看着海 在海浪中 哇 高兴的叫着笑着 我想我再也没办法跟她们在一起 特别是我的姊妹过世了以后 我想我再也回不去了 但是应该 主啊 我一直认为 应该有个地方来好好的讲解 进行这样不当性行为的时候 对于女性产生的伤害 主啊 我今天没有时间讲 男计或者是变性人 哇 另外的伤害 而我们现在药物使用越多 在性行为的偏差上 产生的扭曲就越多 我们几乎每天的广告上 都可以看得到这一些 在标榜这一些 哇 这是一个何等偏差 何等可怕的时代 我们今天标榜性的教育很重要 孩子就在进行 按着一点点 对上帝的敬畏 以对于医学的了解 对于科学的了解 做一点点的侍奉 求主保守 求主怜悯 特别是怜悯那些 那些工作 性的工作者 只有上帝知道 他们里面心里的痛苦和愁苦 苦难的一生 拯救从什么地方来 还是仰望你 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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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穆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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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